哎呀,我们小的时候啊,就知道这首诗啊 其实呢,也觉得没有什么不雅 而且呢,还觉得很好玩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千千千里马 最近以来啊,就是由于这个贾贤贤的诗啊 被人们无限的就是扩大也好 还是怎么热炒也好 把贾贤贤的描绘成了一个史尿诗 不过呢,他写的这些诗啊 在形象思维方面不够充足 这一点也是事实 其实我们的很多评论家都说 这个贾贤贤的诗歌里边出现一些屎啊尿啊 胃肠不是不可 但是问题就是说 这些生活当中的材料,现象等等 是吧,我们怎么样去处理它 你处理的好,它就有美感 你处理的不好,它就没有美感 这跟你是屎尿,还是不是屎尿 也没有直接的关系 一件本来很好的事情 描写的不好 结果让人感觉到很不舒服 这跟屎尿也没有关系 本来你也许就是屎还是尿 但是你描写的很好 当然也可以成为非常好的作品 你比如说我们小时候 男生,是吧,上厕所 大家都喜欢说一首诗 来幽默的 或者是风趣的 来形容这个撒尿 我记得呢,它是这样写的 二位将军,台炮出城 大鱼一正,收兵回营 你看它就这四句 也是打有体的诗 玩笑式的诗吧 这首诗四句话里边 没有一个尿子 没有一个撒尿 是吧,你也感觉不到它 直接是描写撒尿的 而且你看它用的那个形象思维 它都是很形象的 而且你看啊,很有气派什么 二位将军,台炮出城 然后大鱼一正 收兵回营 你看它写的 这真的是用古人的这个美学批评 就是古典诗词的美学批评方法来讲 叫做不住一字 尽得风流 就是我描写的这个事 我描写的是萝卜,是白菜 但是我也没说这是白菜 这是萝卜 让你能够想象到 它确实就是萝卜 就是白菜 啊,这叫不住一字 尽得风流 你比如像常代的神人描写雪 下大雪 是吧 树上的雪 他没有描写 他没有说一个字 哪个是雪 他说 忽如一夜春分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 你看它就赋予了这个雪 美好的一种想象 美好的形象 把雪描写成了梨花 让人们感觉到 到底是梨花 还是雪 永远就会忘记 那种寒冷的冰天雪地 这个高氏 它描写的是西域的风景 是吧 你看它把雪想象的 当然你说这个雪 我用什么来比喻 那比喻的高下也不一样 在南朝的时候 有位诗人把雪 那比喻成了盐 这个盐呢 就没有梨花的这个形象 更生动 是不是 你看盐 它就是符合了 雪的一种白的颜色 但它没有香味 在唐代诗人的笔下 把雪描写得 不但有香味 香气 而且含有气派 含有那种生机勃勃的感受 你看在不同的诗人的笔下 不同的形象的处理 描绘 它都是不一样的 在网上呢 批评蒋小姐的诗 有的人就出来 给蒋小姐辩护 说你们这是对 这个作家的不尊重啊 好像是给作家 要一个大琵琶啊 其实啊 这个事儿啊 真的跟这些东西没关系 你如果写的诗 真的是给人一种 清新的 美好的感觉 你的诗 确实写得很妙 这跟你写不写撒尿 或者还是死尿屁诗 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是吧 伟人也曾写过诗啊 说不需放屁 也写过这样的诗 但是那是对于强者的一种 灭视 表现出了一个伟大领袖的 自力更生 奉发图强的那样一种 气派和骨气 所以你看人家写出来 写的就 有时代背景 有时代精神 又有个性 所以这个呢 不是说你写的什么东西 好像这个是东西不能写 关键是处理的怎么样 所有的艺术都是这样 书法也是这样 诗歌也是这样 绘画也是这样 你要把那种形象啊 处理的非常的恰当 非常的美好 给人的感觉 是非常美好的 是有气派的 那你就叫 画腐朽 为神奇 结果呢 你把腐朽 更加的腐朽了 就没有神奇了 这样的文学家 对吧 你在艺术的处理上 是有毛病的 大家不满意 是希望你得到改正 怎么有些作家出来 跳出来就说 你是否定什么 作家的创作自由啊 是要搞什么大批判啊 那你想想 你写的那些烂事 人家不批判你 批判谁啊 人家是喜欢 欣赏美好 喜欢智慧 还是喜欢那些 没有智慧的那些东西 作为一个诗人 大家都对诗人 寄托着较高的希望 尤其是对于那些 著名的诗人 寄托着更高的希望 所以做这个 做这个诗人也好 做什么书法家也好 还是做什么 哪一种艺术家也好 都不容易 你要取得一点成绩 需要很谦逊的来学习 向人民群众学习 像古典文学 在生活当中学习 你比如说 我以前在学诗歌的时候 就曾到处去征集地方的民歌 学习民歌语言 其中有一次呢 我们这个一个车间里面 有一个工人 他说 哎你问啊 我知道很多的这个民歌 你来跟我学吧 他就跟我说了很多 有些东西我也忘了 其中有两句 我记得非常的清楚 说明这个民歌里边 那个诗歌的意境啊 或者他们的想象力啊 描写的生动性 描写非常好 他描写的什么情景呢 描写的是互相唱山歌 或者是一首情诗 就是说两个情人 他们都喜欢唱歌 喜欢对歌 因为呢 这个女的 可能他们提前约好地方了吧 女的向西边在走 男的可能向在东边走 反正就一个人从这一头 一个人从那一头来走 那么走到半路的时候呢 这个男性呢 首先听到了女的歌声 所以他就开始写诗了 这个诗歌呢 就这样描写 当然是地方语言描写的 可能大家听不懂 我呢 先用地方语言 给大家说一遍 然后我就翻译一下啊 他说 歌山挺戳 你来了 爬着梯哈 拾不弃来了 是这样的一首歌 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就歌山 我就听到了你的歌声 我加快了速度向前跑 哪知道把我 载到坑里面 甩在地上了 哎呀 我好疼痛啊 是吧 是这样一个意思 你看他描写的 把那种急切 互相要相见的那种心情 把那种啊 对于爱情的这种美好 生活描写 都是非常生动的 这就是来源于生活 我们不一定 就按照原来的 生活当中的语言 去记录或者描写 但是呢 从这里边 我们也可以 吸取到一些啊 优质的这样一些营养 现在的人就没有深入生活啊 深入工农群众啊 哪怕是在城市里边 你交了多少朋友 你交了多少个阶层 在不同的阶层里边 他们反映着 不同的社会感受 这不同的感受 会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 基本的真实的情况 你就是待在一个小圈子里边 一个吹捧的圈子里边 包庇的这样一个圈子里边 你怎么能够产生 真正好的作品呢 再说好的作品 都是大家要互相提出 争执的意见的 互相要提出 真诚的批评的 没有这样一个严厉的 真诚的批评 也出不了好作品 据说的白居仪写了诗之后呢 要读给老太太们来听 老太太能听懂 能明白他写的是什么 他也觉得这个诗写的好 当然我们也未必说 一定就是说 这个诗歌呢 要让人人能够懂 这个也不一定是 人人都懂 因为还有文化差异的问题 但是呢 我们尽可能的 把时代的精华拿出来 把这个时代的 优质的语言拿出来 把最优质的这样一些精神 拿出来 把自己的才华显示出来 即便你是用什么样的东西写的 什么样的语言写的 大家还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没有才华 没有真正写出好作品 不要抱怨作者 欣赏水平低 实际上呢 我们常常是这样一个情况 由于我们做的不够好 才得不到好的评价 而不是因为我们做的非常好 得不到好的评价 好 今天就这个话题 我们就说到这里 我们仅仅是通过民间的这样一些顺口流 我们说一个思想思维方法 就是写诗要形象鲜明 生动 不要用一些那种生硬的东西 如果用生硬的那些东西 说理的东西 那就不叫写诗了 谢谢 欢迎在评论区 我们继续接着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